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王瞳 今天是2021年3月3号星期三 333 三个三 我们这个大盘最后涨了264点 我想你们长期收看王瞳的视频 一定有收获 也拜托各位粉丝朋友们 当您看完王瞳的视频的时候 麻烦您动动手按个订阅按个赞 今天讲盘前先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刚刚有跟公司联络 因为长久有一段时间了 没有出去办过演讲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敲定时间 敲定地点 那么你们都等候王瞳的通知 第一点是在台北 王瞳会跟各位面对面办一场演讲会 不是线上演讲会 而是面对面的演讲会 这个跟线上演讲会有什么不同呢 你们都知道 王瞳的演讲会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一定解大盘 而且是解未来的大盘 不是解过去的 第二个一定讲个股 第三点会让你们立刻发问 关于你手上所有持股的问题 都可以现场发问 问完以后我立刻帮你解 以前有来过王瞳现场演讲会的人都知道 全台湾不要说全台湾 全世界你都找不到这种人 立刻帮你解答 解答出来是要对的 而不是错的 我会马上告诉你 这两个股会涨会跌 未来的走势会如何 这就是王瞳演讲会的三大特色 没关系 各位朋友们 你们不要心急 近代加音 好了 我们现在先来讲一个议题 近期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新闻议题有一个很大的议题 那就是凤梨话题 凤梨是炒来炒去炒来炒去 我想也不用炒了 现在已经公布了 这四天的时间 我们只要外销大陆的凤梨数量 已经全部被我们台湾的一些厂商大户们 全部包下吃完了 还不够呢 那我今天也拿一个数据给你看 也让各位能够清楚一下 你真的是要为台湾好 最起码是要讲真话 我给你看一下 去年 去年 今天的新闻 2021年3月3号 去年新南下国家 贸易顺差达137.4亿美元 这个是什么 这是行政院公布的数字 根据行政院 经贸谈判办公室公布的资料 数字会说话 也间接不能讲间接了 直接了 直接反驳外界的批评 因为外界也在讲 什么是大内宣 宣你个大头 有本事对中共讲 不是对台湾讲 我们永远是站在爱护台湾的立场 所以还有人很看不起台积电 台积电完蛋了 像今天 这个雅虎新闻 在盘中还出来的 台积电市值缩水 完蛋了 那结果今天台积电涨多少钱 你自己看看 台积电现在变标股 这就是是非都看不清楚的一些问题 然后这种新闻议题 也拜托各位不要再看了 再看了 你根本就是会扰乱你的思考 影响到你的判断 来 你看一下 王同站2月26号当天 礼拜五 夏天498点 收最低 我告诉你叫乌龙利空 乌龙利空 乌龙利空 够不够清楚明白 很清楚明白的嘛 这连变都不用变嘛 有图有真相嘛 写在这里给你看嘛 然后我还特别告诉你 当天下跌48点 量价失真 因为尾盘还多了一个 MSCI调整权重 然后我说机会又来了 机会来了 天送大礼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看到了 问题是你动作了没有 没有动作 那就是什么 你每天就在那边看花 看花开花谢 看人上山 看人下山 看高楼起了 看高楼塌了 那你一点都没有进账 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 那么再来你看一下 3月2号礼拜一 昨天下跌6点 开高 一路下来 我说昨天叫反市场操作 昨天是反市场操作 你看一下 昨天 下跌6点 量缩收小小黑 只有小量调节 我昨天差点给你写两个字 那两个字叫什么 好盘 但是呢 我昨天在我的索码频道里面就有讲到了 好 今天你看一下王瞳的盘讯 我给你看看王瞳的盘讯 你都知道王瞳昨天讲的话 今天我们就开始来验证 早上9点12分 王瞳常讲9点12分 你们的老师在干什么 9点12分 大盘上涨45点开出 昨天是刻意诱空仰空 看到了没有 今天以后盘市会呈现金金涨走势 16000点以下均为买点 今天盘中还会小回撤一下平盘 结果有没有小回撤平盘 有 就整个有下来了 好 你看一下 我们进电脑画面来看 哎呦 今天有小回撤一下 小回撤还下跌了62点 看到没有 回撤一下以后就哎呦 就上去了 看到了 然后会呈现 量缩上涨走势 今天会收红 逢回要做多 都看到了吧 都看到了 王瞳常讲 你盘都看不懂 来解什么盘啊 你盘要先看懂嘛 现在到底是什么盘 你要先搞清楚 你搞不清楚 你折什么盘呢 所以你有本事 像王瞳写出这样的盘讯吗 没有办法 我知道收完盘以后 很多人都有办法了 收完盘以后 每个都跟神一样 对不对 画好厉害啊 表演得好厉害啊 那盘前呢 盘中呢 五煞煞 我再给你看一下 我几点钟写的 我给你看清楚 9点12分 看到没有 王瞳发这个讯息 现在给你看的 我可以告诉你 所有会员都是一样的字 我绝对不会更改一个字 没有这个必要了 那今天开始看 这个盘干什么 好了我们先看看 来这个盘 这一段买上去 这一段买上去 这里小买一下 后面大买上去 看到了没有 都看到了 真的买盘积极啊 强力嘎空啊 昨天你看看那个前五大 前十大 前五特前十的 还有我们的外租 货空单是满手 全力加空 今天呢 当场又把你抬出场 所以王瞳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仰空又空盘 然后今天呢 仰空又空在昨天成功 今天嘎空 今天你看到嘎空的威力了吧 那你再看一下啊 来进电脑后面 帮你解一看清楚 这一段 你看上涨有没有亮 有 后面撒下来都没有亮 那这边一推又放亮 瞬间放个亮 这边又放亮 那这里下来又没有亮 那这里稍微的放点亮 尾盘再给你放点亮 所以我为什么讲今天叫做买盘积极 原因就在这里嘛 然后我们可以看盘面上的个股 你看一下1301 1301叫台数 你看看台数的股价 台数股价创了两年多的新高了 不止它 我们盘面上还有很多小标股都默默的出来了 今天我讲台数的意思是说 它是龙头 所以树化股有没有前景 树化股你就光看龙头 答案就知道了 台数蓝亚台化台数化 是打吗 今天通通上去 那你再看一看 3月3号礼拜二 对不起我这也写错了 礼拜三 今天涨到265点 今天这盘是仰空完毕 进入嘎空 好强的气势 进入嘎空 那你怎么办呢 我跟你讲吧 这个盘继续嘎 继续嘎还没有结束了 所以在昨天王瞳的操作 可以跟你讲一下 各位各位 3209全科市价出在24.8元 我们买在23.3到23.45元 这是今年第22个红包 好这是昨天的 那么我们今天来给你看看 王瞳今天没有发红包 但是王瞳今天有发红包带 红包带今天还发了两个 我今天给你看几档个股 你看一下3673 TBK 你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昨天不涨 哎呀昨天就是刻意洗盘嘛 你不要急躁嘛 前天涨停 昨天下来 今天又上去了 昨天把一堆的阿呆 还有强短幅额 全部统统杀出来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所以TBK还会不会涨 当然会涨 那你再看另外两个股 叫3679 这个没问题吧 我的妈有心智深 你看看他厉不厉害 棒棒棒棒棒棒 从开红盘以后 就棒棒棒棒棒棒 天天跳 为什么天天跳 业绩好嘛 昨天我也讲过他的基本面 基本面是叫做好到爆 全市场就王瞳告诉你 3679 心智深 还有3673 TBK 就这两档 这两档就是王瞳在市场上 全市场只有王瞳一个人讲 你现在看到心智深的表现了 必要是说我没有告诉你 我们会员手上的心智深 这获利的幅度 我不知道多少了 因为中间 我们已经来回操作过三四趟了 现在都抱在手上了 高兴的不得了 好了 再跟你讲一档个股 也许大家会讲 为什么这档个股今天没有涨 今天没有涨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被警示了 3540的要月 他被警示了 那你说这档个股的业绩好不好 他也公布业绩的嘛 元月份 元月份 就赚了一块钱 那不得了啊 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 今年就会赚到一个股本啊 那你说现在股债了78块 那是因为技术面他被警示 所以说他势必要稍微休息一下 再看另外一个 3406 郁金光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要你们打下来 自己去买郁金光 对不对 下来说自己买 他这边只要放点量 就上去了 所以这个盘有什么问题 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 那现在就是金金长的格局 明天呢 还是一样 温水煮青蛙 还是一样会嘎空上去 好的 今天帮您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321 6630 3 2 华冠投股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股104年金管投股心字第009号